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呈现一个开高走低 上礼拜五留下一个下眼线 我们跟你讲说今天应该会上涨 但是我认为今天开怎么样 开太高 所以今天你策略开太高 你这个地方就不要去追高 而且红高你可以部分的卖出 那上礼拜我跟你讲 重要的一个观念 各位投资者你注意一下 低本益比股票都被大幅修正 那我跟你讲 高本益比你认为它还能够力称吗 我再跟你强调 低本益比都大幅修正下来的 人家是真正有业绩的 都已经大幅修正下来 比如说我跟你讲2383 你看一下 人家是有真正有基本面 而且本益比怎么样非常低 这个股价都修正下来的 好我再跟你讲 6257 业绩非常好 所有丰厕股 我跟你讲 今年会比去年成长的 我跟你讲 肯定是细格 那这个股票都在这个地方修正下来 那各位投资人我跟你讲 1514你认为这个地方要不要修正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要修正 而且这个低市才刚开始而已 那我跟你讲说2383这个股票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被修正 所以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这一种高滚股票不用修正吗 你看一下 我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观念 今天全部出现怎么样 大跌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个业绩非常好 低本一笔股票 这个地方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人家都已经往上这样修正 那你认为 1503不要修正吗 这个不要修正吗 好我跟你讲 8353这个业绩怎么样 今年一笔14块钱 各位看一下 这个股价都大幅修正下来的 各位 你认为2359 这个股票不要修正 不要修正 都一定要修正 所以今天如果你会看盘 你应该看得出来 今天就是我跟你讲 高本一笔 第一个重电股 修正 四电好 第二个机器人 2359 6125 好 再来这一些股票 好 尤其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有没有 我上礼拜二跟你讲了 礼拜五跌停板 今天有跌停板 有没有 好 各位 这个股票 全部要修正 各位 这个股票全部要修正 各位 这个股票要全部修正 好 今天这一些高本一笔股票 要往下大虎下沙下来 各位投资人 你会不会怕 你不要骗人 你说你不怕 骗人 所以主力知道你们会怕 所以他今天怎么样 低本一笔股票 他就怎么样 他不拉台 例如说我跟你讲 2327 业绩非常好 他就不拉台 他低档承接 2383 他低档承接 不拉台 6274 他低档承接 不拉台 6257 他低档承接 不拉台 8358 他低档承接 不拉台 2472 他低档承接 不拉台 他低档承接 好 我跟你讲说 23 有一档股票 2467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高估 你们都不相信 这个还有得逮 好 那这个股票 你看一下 6438 他今天就怎么样 不拉台 他低档承接 他不拉台 他低档承接 他不拉台 各位 那等明天 高估的股票 我预估 他还会下杀 下杀 但是下杀下去 会留怎么样 下影线 那可能怎么样 礼拜三礼拜四 有缓摊 但是我给你建议 有缓摊上来 你还是要出掉 因为高估的股票 跌势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资金挪到低本益 比红低不及 各位 我跟你讲这个观念 好 那我跟你讲说 上礼拜五 我就跟你讲 我写的这一个资料 各位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第一标 何四是中极底 何处是东极底 我跟你讲 中极底 第一只脚 第一只脚而已 第一只脚 那这个地方 谈上升 将来怎么样 还会杀下来怎么样 第二只脚 那所有高本一笔股票 在第二只脚 都还会怎么样 各位头真 你听清楚 还会大幅破滴 所以我跟你讲 高本一笔股票 你谈升上来 我跟你讲 你不要再听那些分析师 你乱讲什么技术面 他们都不跟你讲基本面 其实那些技术面 转好的股票 基本面烂得要命 基本面烂得要命 他们都不跟你讲基本面 都跟你讲说 这个技术面 我跟你讲 譬如说 这一档股票 各位 五四三 对不对 哇 你看这个技术面 还很强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基本面烂得要命 这一定会补贴 我跟你讲 就像当时我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让你回想一下 8050 对不起 8085 各位 8085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 就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 技术面很强 可是它怎么样 它基本面很烂 那如果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 盖起来 把这个图 就是怎么样 你把这个后面 这个不要看 到这一天为止 这个技术面 是不是很漂亮 你后面图不要看 后面图不要看 看到这里 你看 站到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对不对 很多技术分析 很多分析师跟你讲 哇 这个多头排列 可是我跟你讲 它技术面多头 可是它怎么样 基本面烂得要命 我跟你讲说 我这一点涨停板跟你讲说 你要小心 这个股票会跌 有吗 为账 落到 今天多少 我们看一下 当时在97.5 跌到今天剩下多少 一半没了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要再相信 那一些跟你讲说 技术面多好 都一定要 补跌 8374 你不要觉得说 这个技术面多好 这个股票都要补跌 因为他们只是跟你讲技术面 可是他们没有跟你讲基本面 那基本面这一些股票怎么样 奇差无比 所以各位 你记得 当时我跟你讲的 有没有 然后我在礼拜二跟你讲的 2486 对不对 你从这个地方看 这个地方 还是多头排列 你涨到这个地方多头排列 多头排列 红帝要买 对不对 各位错了 基本面 奇差无比 所以为什么 我礼拜二涨停板 我跟你讲说 礼拜五准备空 结果礼拜五跌停板 今天 又跌停板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好 我们再把这个观念跟你讲一下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高本益比股票下杀 那高本益比下杀 你一定会怕 所以主力对那些低本益比股票 他往下承接 他不拉抬 他不拉抬 让你 让你会产生狂妄的 你再杀 你杀他接 然后再来杀 低板再下去再杀 再杀下去 接接到某一个程度 各位 明天 后半场你就要注意了 那明天我可能 预估有些股票会开高 低本益股票会开高 所以我跟你讲说 最坏 最坏 我跟你讲 低本益比在22094 到21792 或者21612 都已经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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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讲 最坏可能会到怎么样 21792到21612 要出现强烈反弹 好折股告诉你 上礼拜我就跟你讲的 低本益比都下修 高本益比一定要补贴 你不要不信邪 所以你怎么样 选择低本益比布局 好 再来我跟你讲说 赶快 在22094 21612 赶快太弱换墙 你赶快 各位黄老师跟你分析的 不会骗你 赶快太弱换墙 从高本益比测出 转到怎么样 低本益比股票 那优先725标的在半导体 AI伺服器 被动元件 封测 部分IC设计 车电AC 那我跟你讲说 红街这些股票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今天高本益比 沙盘太重了 刚才我跟你讲的 高本益比沙盗跌停板 你会怕吗 你也会怕 你不要骗我的 你们都怕得要死 所以他主力知道 你们怕得要死 所以他怎么样 你们杀下来 看到高估股票杀下来 你把益基杀下 杀下去 他低接 好高估股的股票又再下杀 然后你们把这个低估股票 再下杀 杀下去他又低接 好高本益比股票又再下杀 结果你看这低本益比 你们又怕的 你们又下杀 他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接 低下来再接 再低下来再接 那明天各位注意 低本益比股票 有些就会开高 所以你要赶快怎么样 避开高本益比 好 第二个 各位 折股 如何操作 第一个 低本益比技术面加 好 红低不及 但是你要不要刻意追高 这个强势股 一定要等到KD指标到达低档 譬如说我跟你讲 什么股票 8464 你看一下 都强 好 这个KD到这个地方不追 那你等怎么样 等看有没有 得到这个地方KD到达低档 如果到达低档 你这个地方乘 乘接 对不对 好 2504 我跟你讲说 低本益比片 片部在各个组件 好 这个 多头排列对了 但是你注意一下 KD在高档 不接 等他修正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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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到KD到低档 所以 这一档股票你看就好 那你要 你金钟准备要接 要等到 KD修正到这个低 你才去承接 各位 你懂 你懂不懂意思 好 6175 对不对 这个多头排列最强势 这个可以注意 这个可以注意 KD指标怎么样 只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 可以注意 好 6605 超本益比低 可是这个不能追 KD指标到高档 你要等KD怎么样 修正到低档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 低本益比基金 红低 一定要等到怎么样 KD到低档 好 低本益比 技术面测季线 有些可能测季线 有些可能测半连线 有些可能测连线 有些可能测连线 各位 这个听进去 波段则 可大胆分批布局 尤其KD到 我跟你讲说 分批 分批 你可以设计三个买点 好 尤其KD到低档 好 技术面 低本益比 你看一下测 我们找一个测季线的 2327 测这个季线 KD 看一下 KD到低档了 你明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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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怎么样 红低分批布局 好 再来2472 诶 有没有 测个低 测这个季线 KD怎么样 到达低档 你就可以布局了 你就可以布局 那最强的是怎么样 366 这个KD怎么样 也到达低档 这个布 布局了 好 打电 KD 但是你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哪一回差加盈对 但是 你红低要布局怎么样 2301 你要布局这一档 你买达电 倒不如买怎么样 光宝哥 所以达电是怎么样 你短 短打用的 好 测季线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测 这个怎么样 连线 但是KD要怎么样 到达低档 这个连线 KD到达低档 6274 测连线 KD到达低档 8210 测这个连线 很好 KD到达低档的 好 再来 8358 测连线 KD到达低档 好 再来 3044 测连线 KD到达低档的 好 那你看一下 测半连线的 6257 诶 这连线 有一条半连线 我半连线 忘了晃 有一条半连线 KD怎么样 到达低档 所以各位 你选股 这个 一定要等KD到达低档 才可以买 这个最强势 这些股票你光望 那低板率比技术面 可能测季线 也可能测半连线 也可能测连线 测季线 半连线 KD到达低档 你可以 好注意一下 高本利比技术面 刚有空转多 如一级突破 季线半连线 连线 短档或者当中 就是本利比很高 但是怎么样 可能它真正基本面 有转好了 哪一档股票 一级突破 三条金线 你看一下 3189 突破三条金线 突破三条金线 但是基本面还看不出来 基本面还看不出来 有转好 这个当中 好 那这一档股票 你可以多加注意 它基本面真的有转好 对不对 突破 月线 季线 半连线 KD到达 这个地方可以做 好注意 再来 高本利比技术面商交 有高就卖 我给你讲哪些股票 譬如说我刚才跟你讲的 有高就卖 8374有高就卖 2464有高就卖 高本利比股票 1514有高就卖 这些怎么样 技术面还好 那基本面不好 或者怎么样 高本利比 我给你讲 将来会走这一档股票的模式 到这个地方 我给你讲 你后面不要看 一家后面不要看 这段不要看 是不是都没有排列 技术面跟基本面不成对称 那你就要以什么 以基本面为主 所以他最后一定会卖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个 好技术面 你看一下 基本面 其差无比 这个地方一定会补贴 好 3362 基本面高估 原重高 这个怎么样 将来一定会怎么样 会补贴 各位 对 就是这种观点 那高本利比技术面转家 不杀低 等缓弹卖出 但有些 没有缓弹就杀了 哪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像这一档股票 你要等缓弹 他就没有缓弹 你要等缓弹 你天天等缓弹 等缓弹 因为这一档股票严重高估 所以跟你注意 这一定会大跌 2486 这个一定会大跌 5443 这个一定会大跌 6125 这个一定会大跌 2359 跟你讲 这个一定会大跌 我跟你讲好好久了 还有2465 完全没有基本面 这个一定会大跌 好 那这个大跌 今天高本利比 都已经大跌了 对不对 已经经过怎么样 一次的震撼了 明天高本利比下沙 我跟你讲 我这人最低估的股票 他就不怕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有没有 黄老师一直跟你讲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这个本利比这么高 这个本利比这么高 连至胜 本利比都到档30 红硕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会修正的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两档股票 台光电16.4倍 台药16.6倍 那旺西28.4倍 双红 28.6倍 都会被修正 这两档股票都会旺西 28.4倍 也会被修正 还有双红28.6 也会被修正 那更何况 各位我们看一下 今天广应 广应 有没有 有没有 利台 有没有 跟你讲这一档股票要修正了 哎 我今天还开高 要修正 还有这一档股票 因为他是怎么 AI数捷 但是本利比怎么 太高 但是你看一下 2383 他是不是比较抗底 所以今天经过大震荡了啦 因为高估的股票都中错了 所以这一些低估的股票 今天已经怎么样 筹码部分的主力已经承接了 而且这个都亮 亮说 所以各位哦 你不要不羡邪 有没有 至胜跌停板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上礼拜大家说的 今天完全按照我上礼拜我跟你讲的 高本一笔全部大震 你看一下至胜跌停板 3130 重挫 23 6 25 2467 哇 这些股票 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为什么修正 广印 大跌 立台大跌 至胜跌停板 红售大跌 连旺细这个本一笔 这个都修正了 那你认为红售至胜利来广印要不要打跌 我跟你讲 一定打跌 这两档股票 旺细跟双红 明天 再修正一天会留下眼线 但是注意 台光店台药 好 我上礼拜五在跟你讲的 哇 雅力今天是不是接近跌停板 中兴电今天是不是接近跌停板 市电今天是不是接近跌停板 华城今天是不是接近跌停板 为什么跌停板 你看一下本利比36.7倍 24.3倍 31.3倍 42.3倍 但是国际今天抗跌 台光店今天抗跌 茂尔茂脸今天抗跌 剑顶今天抗跌 联茂今天联勇会抗跌 你看一下嘛 你就拿这一档股票嘛 华城跟国际做比较嘛 各位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国际 那里看一下 1503 那里看一下 3044 所以那些分析师跟你讲 基本面 都不跟你们讲基本面 他在解释 压力的时候都不跟你们讲基本面 其实基本面不怎么样 我讲华城的时候都不跟你们讲基本面 都跟你们讲技术面 你技术面 你继续听 你有一天会像这一档股票 会像这一档股票 在讲技术面 我这个地方跟你讲说你要卖 这一天我告诉你 你在讲技术面 那这一档股票很多人跟你讲说什么 技术面都不讲基本面 基本面其烂得要命 这个黑白插 有没有 腰斩 不只腰斩 跌六成 而且我跟你讲还不会 还不会只跌 好再来看一下 各位 再来看一下 这个都不跟你们讲这么讲 不讲基本面 本利比一百五十七四十二倍 所罗门今天疫情有没有跌定版 你继续吧 这一些你再去听他们讲技术面 他们在跟你讲技术面 全部都基本面都不讲 那这个股价都已经怎么样 脱离基本面的 你们还在听 你会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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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一下第一本一笔 利隆 系格 金居信德 明天就可以注意了 好你再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先进光都跟你讲说怎么样 啊技术面 技术面 但是他们都不跟你讲基本面 你看一下他的基本面能看吗 各位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高丽 为什么要跌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跌的这个样子 罗生 基本面能看吗 所以台药 光宝科 琴城 光达 下来 我跟你讲说 第一本一笔遍布各个 你看一下 亚利 都不跟你们讲基本面 都跟你讲技术面 你继续听嘛 你继续听技术面 你会死得很惨 你怎么样被人家卖掉都不晓得 你被人家卖的帮人家属权 你都还不知道 所以回归到怎么样 你买亚利到不如买龙 提回西 你买蒙利 倒不如买龙钢 但是龙钢我跟你讲一下 他上半年的本益 是比去年衰退 他是有意外 你要买怎么样 一桶 你倒不如买百合 那看一下 正德 对 这个EPS是这样的 你看 0.8元 45.8 正德1.8 1.8跟0.8差多少 0.8股价在45.8 1.8股价在18.9 你认为这个要涨到哪 这个要大补贴 这个会足底会上来 百合也足底 那再来看一下 那再来看一下 跟你讲的心情 各位 再来跟你讲的 见顶 东洋 再来跟你们讲的 利隆 四个 家帮 设备股 再来跟你们讲的 设备股 本利比最低谁 这支 你看一下 他自胜 你自己比较高 你不要再傻头 傻头傻脑的 3.12 8.89 1.08 2.55 0.72 1.4 1.16 1.95 估计今年5块9 不会到6块4 5块9股价在184 9块钱在112 你这个不买 你要买这个 各位 我觉得投资人真的是很天真 你们觉得你钱多没关系 我跟你讲 我今天故意讲 你们觉得钱多没关系 拿钱去送人家 你要买那些高本益比股票 你就是拿钱去送人家 他帮人家数超票 你自己还不晓得 低本益比 你们偏偏不买 有业绩 真正有业绩 你们不买 你们就是要买那个怎么样 没有业绩 或者业绩一点点的 各位 我跟你讲 高本益比的股票 每一档股票 都会像这个模式 甚至连华城 四点 亚利 这个地方这些股票 我跟你讲 银身不支出 这些股票一定会崩盘 各位回归到怎么样 基本面 有业绩的股票 各位 认同房子的观点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自负投资风险